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牛掰的说实话 还是那句话 窝头翻了个个 现了大眼了 今天2011年不是那年代了 你以为还是拿着红鹰枪冲刺 说把谁扎一动就是胜利就是英雄了吗 早过那年代 但是我上期节目当中提到过 在朗朗干这手活的时候 同一时间在天安门广场把孔子给列出来 孔子讲的是仁义礼之信 讲的是忍耐 那头干这个 这头干这个 您说这是个什么制度下 为什么可以把人变成这个样呢 这就是最关键 网上有另外一条消息 温爷爷又出来了 温爷爷出来干嘛呢 因为要过年了 他肯定会出来 法国人这么报道 温家宝与道经上访的民众见面 这就是瞎扯了 道经上访民众见面 我看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当时有另外一个概念 温家宝你不用弄这事 你跟高之胜见个面 把高之胜对大家伙有个交代 您就是这个 其他的您自己也是被安排的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见面 就跟胡锦涛见了那哥们 77块钱能够租一个月 两居室在北京 见了那母女的故事 是一样的 被安排的 文章提到1月24号下午 温家宝来到国家信访局 与上访的民众 进行面对面交流 咱就不知道 温爷爷到国家信访局的时候 有多少便衣警察 后来拿着棍子准备给温爷爷 塞那个面包车里 肯定没有 那个时候就是清场 把能够见面的 被安排跟温爷爷见面的 所谓的上访的人 那得安排好了 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温爷爷见了八个上访的人 记者注意到 其中有五位和土地拆迁问题有关 尤其是涉及到农村的土地问题 这都是有备而来 温爷爷见这八个人 目的是想制裁某些财团 或者说中共内部的其他的势力 在有关土地 利用土地挣钱的这个问题上 他要采取某些措施 那作为总理来讲 他可以有这样的氛围 和有这样的权利 去营造这个环境 利用宣传宣传出去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农村问题 中国问题就是农村问题 中共在起家的时候 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中共起来了 然后共产党成立之后 三反无反把土地全都国有化了 老百姓歇菜了 那三十年老百姓最苦 农村更苦 而邓小平上来 一来就是土地私有化 把土地又给分回老百姓了 所以就是后三十年 大家又开放了 那现在这土地 又被当官的拢回去 卖了当钱装兜里了 挣钱装兜里了 这还是土地 所以今天中共已经意识到 农民如果反了的话 这个国家就被革命了 所以温家宝 今天见这八个人 跟土地拆迁有关 是因为党已经注意到 如果不安抚农民的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歇菜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背后的故事 在新闻当中 温家宝强调说 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 勇于面对群众的批评 政府工作才能更符合人民的意愿 高知青生的太太耿和 在白宫外面已接受各家媒体的采访 呼吁能够让高知青露面 在胡锦涛访问美国的时候 所以温家宝你其他都不用说 爷们你有本事 把高知青手牵手的出来说 高知青还活着 那高知青有自由 他愿意去哪去哪 那你温家宝就是爷们 否则的话 你就是一个感叹自己 生不逢时又无可奈何的 只会流泪的和淫湿的温爷爷 朗朗把上干凉打倒美帝国主义 带到了白宫国宴上 中美首脑的会面的国宴上 所以这个事大 那网上出了最新的消息 美国的国家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 采访了朗朗 咱就听朗朗怎么说的 法国人这么报道 朗朗为演奏门事件辩解 网友不买账 文章上来提到说 布罗克在采访朗朗时 上来就提到 你在白宫演奏这首曲子 是不是想羞辱美国 但这个时候朗朗显得很激动 他说话的节奏很快 而且每次都是不等对方提问完毕 就滔滔不绝的来做出答复 显然他是有备而来 当时朗朗是这么说的 我不了解 也没想过这个曲子的背景 也不知道那个电影 根本没有想到什么民族主义的事情 我是在美国长大的 我的老师和朋友都在这里 我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 能到白宫演出是我的巨大荣耀 我怎么会呢 中国是我的祖国 美国是我生活的国家 再说这是55年前的一首曲子 当时我妈妈才两岁 我怎么会知道她的内容呢 针对那些说 她要羞辱美国的指责 朗朗说 我很难过我也很失望 我是音乐家而不是政客 文章接着说 很多网友根本不这么认为 有一位网友直接说 说的客气一点 你朗朗就是弱智行为 如果说的尖锐一点 你朗朗就是耍赖 可以肯定的说 朗朗这次在白宫的演出 中方一定有专人把关的 并非如他自己所说 只是尽兴发挥而来 偌大的党国 所有的朋友都知道 在这样的场合下 谁能够尽兴发挥 胡锦涛在回答 有关人权问题的时候 他闷他装傻 他闷着不说话 一个小时他就愣不出声 他就哼哼了两个问题 国家主席 党的总书记 军委主席 三个关键放在一起 放在胡锦涛脑子上 胡锦涛不敢出声 在这个问题上 您相信他是记性发挥吗 在那天演出完了之后 朗朗在自己的博客里面 写了一段博文 咱就看看那博文 怎么说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讲的 白宫国宴朗朗演奏 美国媒体来解释弦外之音 那文章整个说的 都跟大家分析的差不多 朗朗当时这么说的 说朗朗坦诚讲 我的祖国是自选曲目 他认为这首曲目 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 最美的歌之一 朗朗什么都不知道 这首歌的背景 这首歌的内容 这首歌的出处 这首歌带来的电影 他什么都不知道 所有做演奏 大家懂得文学的人 懂得音乐的人都明白 作为一个著名的艺术家 当他演奏某首曲子的时候 他最好的 最能够表演 最能到位的 就是他能够动气 他能够理解 最初创作者 所要表达出来的内涵 他一定要知道 围绕着这首曲子的 整个的故事 通过他个人的修行 来表达或者说再现 甚至说拔高 这首音乐曲子 他所要表达的 内在的精髓的东西 没错吧 朗朗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他可以谈 他可以说 这是我中国人心目中 最美的一首曲子 您说 咱还能说话吗 无语 文章里接着讲说 这是他的博客 能够在众多外宾 尤其是在来自 五湖四海的元首面前 去演奏这首 赞美中国的乐企 五湖四海 是咱中国人 在大陆上学时 被教育的党的词汇 朗朗在辩解时说 我在美国长大 你在美国长大 你怎么知道 五湖四海这个词 而且还加冒号 特别突出呢 哥们 28岁 嫩点 82岁 老点 所以朗朗 那么年轻的人 您真的为自己 想想 文章里接着说 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 仿佛是在像 在座的各国元首们 诉说 我们中国的强大 我们中国人的团结 我感到深深的荣幸和自豪 如果你不知道 对这首曲子根本不了解 你怎么能够知道 这首曲子在表达中国人的强大呢 而且是在战场上 而且是拿着刺刀枪 在扎 美国佬呢 说的非常有意思 在说瞎话的时候 你带着恶意 在解脱自我 在表白自我的时候 在想撇清自我的时候 在想把自己用瞎话来塑造完美形象的时候 那你就是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是魔鬼 因为他一直就这么干 所以你干的这事 就是党要你干的这事 其实说了半天就这么点事 而共产党呢 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杀人的 把人变成魔鬼的 所以文章里 最后提到这么一点 这是朗朗说的 当弹奏我的祖国的时候 那种激动的感觉 是头一次体会到的 那可不是吗 小九九肚子里憋了半天了 在上台演奏的时候 手脚只是有点出汗 在想说 我在这种场合 去演 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曲子 我给他演出来 我朗朗不也是爷了吗 其实就像如果胡锦涛 去访问日本的话 在那个场合下 有人开玩笑说 那胡锦涛一定把朗朗带去 在日本的天皇 招待胡锦涛的宴会上 去演奏一首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故事是一样的 但是什么人干这种事呢 纯粹是村夫野夫强盗 他不能够被称为正常人的人 才会干这种事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